開機還原 那我們用虛擬機來模擬 實際的狀況 我們要老師最喜歡的就是 學生上完課之後重開機 系統就恢復正常 免去管理一些設定的工作 有些東西不小心被學生調掉 在新北市教育作業系統裡面 我們也替大家想到了這一點 所以我們替大家做了一個所謂的關機還原 首先你要有兩個身份 一般我們建議student是沒有權限的 他登入可以使用所有軟體 然後存檔這些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對於系統他是沒有權限做一些異動 我們要把student保護起來 所以首先我們登出 登出之後用teacher的權限登入 teacher這個身份是有管理權限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做設定 在我們的系統工具裡面有一個關機還原的程式 這時候輸入管理者密碼 請你選擇要設定開機的時候自動還原還是解除 那我們選擇設定 如果你已經設定過你可以選擇解除 我們第一次我們選擇設定 接下來他會選擇要保護的是哪一個帳號 當然我們選student 不要選錯 不要選到teacher或其他的 我們要保護的是student 確定 好接下來他簡單的他會把teacher的身份的資料全部備份起來 好備好了以後 我們從開機看看 好當我們從開機進入了桌面 我們現在的身份是誰 student 那我們在桌面上 建個資料夾 新增個文件 改變個桌面背景 這些設定 學生把這些設定搞亂了 那我們重新開機之後會不會還原呢 好我們把桌面換掉 好我們接下來重開機 好 好我們進來看到我們桌面全部都回來 那這樣就可以達到我們把學生的一些設定所有東西都保護起來 那我們就要重開機 系統就會恢復正常 那換一個方式來說 當我們要對學生的環境有所異動的時候 請你記得一樣要先怎麼樣 登出 登出到老師的身份裡面去 一樣我們先要把學生的還原設定 把他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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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我們有設定student 所以這裡會出現student 把student解除掉 這樣之後你可以就可以回去到學生的身份裡面去做一些異動 移動完再把他備份起來 這就是開機還原設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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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